可以收到 我就不多说了 主要是启发大家自己去发现 那么这件的话也是相当相当处 比那个张大唐卷的话 肯定要稍微晚一些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他写在 那个书室的 这个韩诗诗帖后面的 一个拔 那么 现在我就不多说 大家来发现一下 好处不好的 很不好的地方 那么可以发现发现 先来一个人讲好处 或者先来一个人讲不好 你要觉得不好就讲不好 讲好就讲不好 而且就讲好 好吧 谁先开炮 我觉得这个跟刚才那图比 这个就显得乱 那个张罐看起来 可能他形成这个可能不太好 就显得比较茅障的形状 这个也算是形书吧 有几个字是草书吗 算是基本上的形状吧 比较乱 一个是说比较乱 咱们拍着刚才的几个原则 用笔结构 张罚 有干的有湿的 这个意思是吧 这个看起来非常不错 那么稍微扩展一点的话 就是说 你如果是看现在很多人写字的话 就是说他这个写一个字 他要占点墨 一旦这个笔里没有墨 他控制不住笔锋了 那么这个有很多数法 大家就这样写字 那么大家看到的话 就是说在这些地方的话 也没有墨了 他这个笔没有上了 那么这是一个本事 这个本事大家都可以练的 大家都可以练 那么就是说 怎么样动你的手腕 动你的手指头 把这个笔锋的话 保证它你还能控制 那么这是一大功夫 那么它有一些空间 比方开始头四行 比较紧一点 然后中间有一点空间 给你好像传奇的 讲得非常好 后面那个一行 也是有一个 中间跟最后 有一个复印 那个佛的下面 有一点空间 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整体的话 这个彰法的话 这件作品 彰法的话是非常非常好 那么这个端牌 听说它是乱 实际上的话就是说 这个彰法它安排的话 非常非常的自然贴切 那么咱们可以分析一下 那么就是说 这个东坡这几个字 咱们就像飞用讲的特色 不是太明显 那么还写到这个是 它这个字写上去 那么怎么样 它把这个里面这儿嵌进去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 这个杨绍诗 它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这么做的 就是刚才那个洛西亚说的 这中间它突然间 它就有一个空 然后咱们再看这几个字 它这几个字 它这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它挖了一个坑 然后把这个坑填上了 在这儿就把这个坑填上了 然后在这儿的话 又把这个坑填上了 但是中间的话 它可以可填可不填的 但它自然就有一个 它这儿把它给填上了 所以说这几个字看上去的话 就是说基本上就像是一个字 对 他写这个字的时候一翻来说 是想好放哪里 还是就写着写着 对呀 我的女士有几个问题 他一边是事情设计 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好 问得相当好 然后可以做一个比较的话 就是说大家跳舞 刚开始的时候你要跳舞的时候 就说怎么样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想 那这练熟了之后还想吗 就不想了 那么就是说你这个写到熟了之后 那么这个东西就自然而然的 比如说我写完在上面这个字 那我就意识到这个地方 我可以填一点东西进去 那你就把它放进去 那么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说我也可以是往上 稍微拉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也稍微拉一点 那么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那么就是一旦熟了之后 那么这些是一个自然的反应 那么所以说说 这个字咱们就是看着 这个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这个中间的话很少联名 那么如果去找这个联名 字和字之间的两个联系的话 只有两个地方 那么整天这个字的话 这个横圈完全是相通的 完全是接着的 心气相通 心气相通 而且这个用笔也非常多 对 很圆 对 很圆 这个是我要等着大家说的 就是很多地方 而且即使是它这个很干 很枯燥的这个地方 它也是很圆的 就是很多很多的小动作 在面对这个用笔的话 那么这个我就不再仔细讲了 那么大家可以去 不会 大家还有什么 有说这个不好的 还有 不是说大家意见都会一致的 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东西 还有什么毛病 有没有说不好的 别的话就是你一个个字 单独出来看鬼地方 一定要画在一起 像那个羊子那个 看草 这个羊子 有多草啊 男子不好使的哦 还有什么意思啊 因为一下 没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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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那个巫 那个巫婆的那个巫字 也写得有点莫名其妙 写得莫名其妙 也讲为什么莫名其妙 真的有点 像就画出来的一种感觉 嗯 像 它有的时候 没有 好像停下来了 她的笔好像 我也不知道 这种感觉 笔不好 很有特色的笔 她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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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几年我会觉得好看 那么这个 这个 刚才大海讲的 这个是 有一些是有道理的 就是说 咱们这个书法里面的话 往往有一些这个事情 有些字的话 单独拿出来看的话 确实是没有办法看 但是你把它给放到这个整体当中的时候 那么突然这个字的话 它就很自然了 这个锡字拿出来的话 因为谁的观点都没有办法看 那么这个阳字的话 这个大家还可以争论争论 那么这个无字的话 也可以争论争论 但是的话这个锡字的话 你拿出来 确实是没有办法看 但是你把它放在这当中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很自然 很自然 那么这个就是算是 中国书法这个 里面的话 这个顶级领级的作品 中国书法是最顶级的作品 所以大家的话 有时间的话 那么也可以反复去看 反复去理解 那么跟这个 这个韩石诗一样 那么有人说的话 就是说 像我的老师 潘梁正先生的说 那么在后面这个拔的话 跟这个正文的话 这个水平的话 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就是同样的话 都是这个中国书法史上 最经典的 最精妙的作品 那么 这个用笔的好处 大家也知道了吧 老师您再说一遍 这是他给谁写的 什么 中文《韩石诗法》 韩石诗法 那老师还有看一个 那么一书法 或者是要看一个 活不活 对 活不活 这个是讲的很有道理的 一个活不活 你讲一下 活不活是什么标准 反正就是说 活就是说 感觉着就像跳舞似的 就是看一个作品 就觉得非 不是死板 不是死板 对 对 讲得非常好 那么这个是不是死板 那么这个是一个 不是很容易解释的一个 一个 一个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 活不活的话 就是说咱们要 要取一个例子的话 那么还是去跳舞 那么这个初学跳舞的人 他这个动作 可以做得很违反 但是你能知道 他这个 跳得不活 但是这个 你一旦有 这个跳了多少年之后 人家一看你 一上去 那么这个动作就不一样 跟唱卡拉OK一样 活不活的话 这个不是说 你做的这个 标准不标准 那么这个是在标准之外的 就是超过这个标准之外的 那么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活 实际上就是 刚才大海也讲到 他这个地方 有很多字 拿出来看不到 不好看 放东西就好看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写活了 活了之后 就是他有些动作的话 基本上规范是一样的 但是他在中间 可以生很多变化 比如这个 很长的这个行 如果大家都拿出来看 基本动作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形态 具体形态 他做出来都有些区别 那么这个是活 那么还有 大家还可以 谁还可以举个什么例子 哪个地方 那个稻子 非常没有 那个 变化 那个大字 没有 稻子 就是最下 这个行最下的那个稻子 非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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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我 笑我 对 反而真的是像画画一样的事情 那么这个活的话 就是说 我刚才也讲的这个例子 用跳舞来做这个理解的话 就是说 活本身的话 谁都可以做到活 但是活的话 你还要不出规矩 要有规矩在里面 那么这个 这个才叫这个真正的活 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两个是 你的标准是必须同时满足 嗯 嗯 嗯 那么活的话 咱们还可以举一个这个东字 嗯 这个中间这个题 和暗中间的差别 这个方和圆中间的这个对比 的话 那么这是相当相当的大 嗯 嗯 好 好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回头再去看 好 那么这个是算是 它是在这个这个 这个流放的 第一次流放 第一次流放 中间的一件作品 然后后来的话 就是说这个 那第一次流放之后 然后这个这个大概是 这个 就是这个这个 树归宗上台 这个做皇帝之后的话 那么天下人都都涉了 那个时候的话 就是苏东坡 也是从海南岛回去 那么他也是从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从这个四川这个这个 这个游冰这一带 然后也回去 啊 回去之后的话 那么在 在 他大概有一年没什么 什么事情做 啊 就到处游 到处游览 就是在这一年当中 然后那个苏东坡死掉了 然后这是一遍 这这件作品的话 是 是在台北故宫国务院 那么那也是他的所有作品中 相当出名的一件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这个 这个松丰格施哈 那如果大家去网上搜的话 那就是松丰格施 那么大家从这个上面来看 跟刚才那件比喻有什么区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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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件感觉整个笔事上更张良 然后这边好像有收 然后那个笔的曲折度 腰饶度也在变得平缓 嗯 讲得非常好 这个腰饶度 这样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他会跟前面的前面那一张腰饶像 前面前面的那张 这张 对 好的东西 感觉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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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 这个是在这当中的话 就是说这个 这个他这个 大概已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的样子 那么这个基本上是他这个去世前一年的东西 那么这个这个字的话就是说 那么这个这个字的话就是说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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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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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个林在讲的讲的 讲的其实很好啊 那么他就放弃了很多以前的这个这个 这个要竭力的这么去安排 去做各种各样动作的这么一个想法 他就放弃了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 那你直接就写出来 嗯 他为什么藻 那就是藻字吗 汉字下面 为什么要加三点 噢 藻写错了 加三点就是写错了 写错了 那个灯应该是汉字 而不是藻字 太写错了 你写错就描出一盒就完了吗 描出一盒这个地方不好描了吧 这个实际上的话就是说这个冲锋歌诗的话 这个也是这个这个 这个抒发史上的一件名作 那么他就是放弃了很多的这种 刻意造作 刻意安排的这种 那么就基本上完全没有连笔 他就把画画就写下来 写下来这个给他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这个 原则上感觉没有刚才那张好 但是的话就是说 他这个这个就是说 就非常非常的这个老 这个制造这个时候有句忙嘛 这个是东坡道人一成全 东坡道人就是舒适 舒适就已经就死了 成全就是死的例子 那他这个用笔的话就是说 他没有竭力造作 然后有很多动作的话就是说 他也挺放弃的 但是这个这个中间的人 很多的变化都还是在里面 那么这个是 就是这个这个东西的话 高清图片的话 网站也可以下来 也可以去看 那么 他是在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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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身体也不好了 这个这个 胳膊痛 然后还因为身什么窗 他在床上躺了 超几个月 各种各样的情况 他很好看 他很好看 没那么抖 我说很好看 没那么抖 很好看 没那么抖了 像这个那也没那么抖了 可能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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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因为这个手上有这个这个 反应不对了 抖不起来了 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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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点还是很漂亮的 三十岁的 对 三十岁的 三十岁的 这三点的话 其实很难写的 你看的就是笔子不相信 这个就很难写的 太厉害了 就看这件作品 感觉这个作者的那种 生命的蓬勃度 已经不是很旺盛 有一种僧 僧人的僧的感觉了 僧喊 嗯 我觉得这个 就刚才看 就非常张扬 非常潇洒 嗯 这一件作品 就看的就是 平平淡淡 才是真的那种生活态度 就是到最后就很平淡的这个 但是用笔还是一样 非常 就用笔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作品 有一个地方 就是让我觉得 嗯 就是他的所有的品的那个 傾斜度 都是 都是一致的 嗯 比如说那个鸡啊 还有那个 钓鱼的钓 还有那个 针尖那个 呃 能下的那个字 我也搞不清楚叫什么 然后那个 僧 对 还有那个光 还有石头的石 嗯 嗯 他的那个整个倾斜角度 好像都是那个品 都是在那个 就是那个趋势 嗯 嗯 就是有点太统音了感觉 太统音了 嗯 就是 嗯 就是刚才云仔说的 他已经没有重播的生命力了 哈哈哈哈 都过且过了 哈哈哈哈 随便吧 嗯 嗯 还 还有两件作品 看看哈 那么这一件的话 实际上是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它这个 这个大字作品 它最晚的 那么就是它已经是到了 广西 广西那个 宜州那个地方 嗯 那么当时书写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呃 是 当地有两个年轻人 很喜欢他的字 然后拿了这个很常见的一个字 来请他写 然后呢 让他随便写什么 在当时的话 他写的是这个 范庞传 范庞传 是汉书里面的一段 那么主要是讲的 就是当初的话 就是 你知道这个汉书 呃 里面它也 呃 咱们所谓的党征的话 实际上是从汉代开始的 他写的这个 实际上就是讲这个范庞 是整个 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一个人 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 是一个很好的官 然后因为党征 最后被 被 被 被皇帝刺死 他讲的这个 这么一个故事 大概全文的话 一千多个字 然后 就说的话 就是说 按照这个史书记载的话 就是说 啊 给他这个字 给他这件子 随便让他写什么 那 那就画浩浩的话 就 就 就记忆的 就凭着他的记忆 把这篇文章就全写下来了 中间没有几个错词 然后这件东西 直到明代 还在 直到明代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文章哪里去了 看到的话 只是十课本 十课本 唯一的一件踏本 现在收藏在日本 啊 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 大家也可以看 就是说 这个大概是 基本上就是他 十词之前一两个月的样子 来写它 你把这个 怎么样 跟刚才那件的比怎么样 我觉得就刚才那件有力量 有力量啊 感觉一种 这个就刚才说 那个已经那个 这个 生命力已经没了 对 但是这个感觉还是 嗯 对 这个感觉 我感觉 可能是他因为 时刻的原因 所以显得很 很有力量 嗯 嗯 我可以把一个 背比做的 抢个 黑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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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笔块呀 还有什么的 我觉得都 比刚才 嗯 更 更好一些吧 更好一些 就显得这个 这个人好像 这个精神的 有点回来了 会够奔奏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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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用笔的方法 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 那么就是说 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 网上也可以收到的 这个9610去 大家可以看 这个斑旁转哈 嗯 嗯 这个三家手的 写法都差不多 嗯 都差不多 对 那么大家仔细去看的话 他有很多点 点画的写法 他的这个书法的话 实际上 这个起飞开始的话 那么实际上 它有放开始的时候 这个是突然风的一变 嗯 对吧 然后这个 然后以后的话 就是说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个用笔啊 截字啊 各方面啊 他这个思想啊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啊 那么最后看一件 就是他的这个小字 这个小字的话 也是他第一次被设 大概是原浦 应该是建宗建国的时候 大概是 就是这个宋非宗 刚刚这个这个 这个当皇帝的时候 然后他去这个 这个 先过荆州 然后过了荆州 后来又回来 然后他也讲的意思就是 他有这么一个 有人送了他一个这个山芋 山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现在 然后他留在那儿 然后我们也吃了 然后四个月之后 他到这个地方去了 然后回头来一看 这个山芋都发芽了 这个应该是他晚年 快要是之前 一个月写过去 这个叫 然后他这个 这个贴的话叫山芋贴 就是写的山芋 就是这个玉桃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的小字 写的相当小 但是我指甲该怎么大 跟他这个大字的 相比的话 是完全是一个方法 就是说 在中国 这个书法史上写小字的 这个怎么没有人这么写过 这个也是还到9610 9610一收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收得到了 那你刚才说 那你刚才说 写小字没有人这么写 就是什么东西 就用这种方法来写小字的 就用这种方法来写小字的 就用这种方法 一般小字 有凯书 也不是说都是凯书 就是凯书的话 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写 他这个应该说是这个行书在凯书 行书和凯书之间 这个五十岁派到六十岁的人 不知道他那时候有没有眼镜 写这么小字真是不容易 嗯 哦 对 老话 行 那么这个书法理论的话 咱们下堂课再讲好了 下堂课咱们讲点它的草书 然后再讲点八块 下堂课大家应该想要怎么知道 是大家写 我给大家看一看 还是大家作品 大家写的点评一下 你也写吧 大家写啊 不是有些笔画 可能老师刚示范一下吧 好的 好 好 好 那么休息一下 还有点时间 休息一分钟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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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的 gluc 好 好 你好 感谢观看